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来包装我们的花树 首先呢我们这个花树勾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把它这样摆起来 如果花树如果它是直的话 不太好包的话 那大家如果为了有点弧度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用手把它掰一下 掰一下它会变得稍微会宽一点 那我们这样摆好了之后 一般的话就是分为三层 这个最底下的一排我们要低一点 然后中间一排最顶上一排 那我们这样整理好之后 把叶子也整理一下 整理好了之后 我们拿出我们的没有用完的毛线 我们这样给它捆绑一下 给捆绑一下 就是做一个固定 然后下面如果它比较长的话 长出来的这一段的话 那我们就用手将它掰一下 把它掰到一样长 掰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旁边 我们就可以开始包装了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材料包里面会有一张雪泥纸 然后把这个雪泥纸 把它对折一下 对折一下 然后用手这样随意的抓一下 就这样随意抓一下就好了 这样随意抓一下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雪泥纸 看起来更加蓬松一点 做出点造型更为好看 然后我们将雪泥纸 放在我们这个玫瑰花的下方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 就大概刚刚 刚刚和玫瑰花平起 这样就可以了 放好了之后 我们用剩下的毛线 再给它捆绑一下 就这样捆绑一下就好了 捆绑好了之后 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就是到了我们裁剪 我们这个包发纸的环节 那首先呢 我们是将它这样对折 裁剪 这一张我们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另外这一张 我们将它分成四份 我们将它分成四份 它就变成了四张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包花了 首先我们把这张大的拿出来 然后这样斜着过去 这样有手可以轻轻这样捏一下 然后另外半边也是一样的 这样轻轻地捏一下 然后再把我们的花放上去 放上去的时候 差不多和里面的这个边平行 好这样放上去之后 然后从下往上这样捏 然后这样捏上去 捏上去了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拿毛线这样 这样绑一下 复顶 然后后面自己调节一下 再放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张 也是可以这样折一下 不需要平行 我们可以这样稍微斜一点 让它有点浮度 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包左边或者是右边 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要下面一点点 留个五公分左右 包在它的旁边 也是这样捏上去 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用绳子 这样吸起来 固定一下 然后右边也是一样的 这样 然后这样去 也是和左边的一样的 我们用手上去捏 这样捏进去 然后用绳子固定 然后就到了最前面了 最前面的话 我们只要用到一张就可以了 就直接这样 或者直接用水随意一点 这样捏上去就可以了 捏上去之后 然后我们用水子这样绑一下 固定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里面的血泥纸整理一下 然后把花整理一下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多半了 最后拿出我们的透明的这种 包花质 这种的话就直接我们把我们的花束 直接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 直接捏住我们的花束 直接这样放进去 放进去的同时 我们要移动一下 就是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字母最好是不要遮到我们的花朵 那我们的字母差不多就是 盖住我们的血泥纸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也可以再稍微上去一点点 反正就是字母不能遮住花朵 然后将我们的材料包里面的这个 雷丝袋 这个沙丝袋 然后系上去 打一个蝴蝶结 蝴蝶结反正就随便打一个什么蝴蝶结都可以 然后这样整理一下 在下面多余的 就跟我们可以拿点刀剪掉 这样我们一束花 一束这个玫瑰就这样包好了 就会说 好 听听得出 到 就会有点 吃 喝 吃 谢谢大家